这是煎牛排的最佳配菜,但一不小心就成了主角 教会您菠菜去色的小技巧 焯水是最有效的方法 要等水烧开了,再放菠菜 先放盐糖 盐可以给菠菜底味 糖可以让菠菜更清绿 焯水只需一分钟 时间长了,影响口感 而且菜会变黄 捞出后放入凉水降温 有条件可以用冰水 菠菜会更清绿 洋葱切粒后中火炒香 炒洋葱同时可以煎香培根备用 等洋葱炒至半透明后 加入蒜粒 炒香后放入蘑菇片 中火炒至蘑菇出水 放入黄油和面粉炒匀 倒入牛奶和奶油 用盐调味 煮至浓稠后放入菠菜 拌匀后出锅 撒上煎好的培根 到这里就可以开吃了 学有余力的同学 可以加上芝士 烤箱预热后220度烤420秒 芝士微焦就可以出锅了 菠菜嫩滑 奶味十足 蘑菇飘香 培根焦脆 芝士荣誉 我已经搞不清谁是主角了 我是少兰 教您简单做菜 人见人爱